中共七常委在7月30日的政治局务以後 隱身不帶學休假,至今未露面 这个期间有关中共政权不稳 及习近平本人健康不妙的传言四起 有关习近平不妙的传言 虽然有人认为不可信 但也有人认为不是空月来风 因此习近日恢复露面,背受传策 中共外交部15号下午已确定 越共总书记兼越南国家主席苏林 于18号访问北京 预料习会露面会见苏林 8月16号,中共政治局成员刘国中黄毅衍生 显示北大河会议散场 但七常委都没有露面 新华社14号报道说 习近平13号为湖北省实演史 丹江口水库区的环保志工回信 15号有报道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劳拉 就两国建交50周年护治贺电 中央写指,这是习近平变相显示自己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党媒《求是网》8月15号发表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所做的介绍决定 是如何出台的说明 习在讲话中暗示自己获得党内老人的支持 自由亚洲电台隐瞒澳洲时评人 王宝靖的说话说 习近平自白色的串名文章 《港述三中全会》决定 是得到党内老干部的同意 也意味着在中共党内 他们依然是绑定的利益集团 没有人敢挑战习近平的统治地位 住在新西兰的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就指出 在过往的历史当中 习近平已经多次玩忍生 在巨大的传言当中 每次都会安然延伸 因此不排除习近平以这个手段 来检测党内的忠诚度 海外视频人士蔡新坤15号 在X法文写话 习近平的执政能力 受到党内外的广泛质疑 正知老人只要有机会说话 都是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据披露 老人们在会议当中 大概提了30条意见 并提到公安部长的人选 绝对不可以在公安系统内部产生 建议撤销公安部特勤局等等 也就是说对黄小红的公安部特勤局 非常不满 另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件是 目前正向中国民间蓬佩发展的 贯弹 自派游戏 突然遭到北京市委 喉舌之一的北京青年部 重磅炮轰 并大力一片缩杀之方 日前了解中共内幕的 著名法学家袁洪斌教授 向中国披露了来自 中共体制内良之人士 近日传出的消息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 发出一份反腐败的动态通报 该通报下发到所属的各级组织 这个通报当中指出 有人利用风行一事的 灌弹扑黑游戏 大搞官商勾结 形成权权交易的新的腐败方式 有些人甚至用灌弹游戏来做偽装 搞政治上的团团火火 羡慕忌憚感 妄议中央 败坏中央领导形象 这个已经形成了必须引起 高度警惕的政治安全隐患 这份通报的内容明确透露出 普遍躺平的这些中共官员 表面上去看 只是态正不作为 似乎人速无开 实际上就是暗中妄议中央 形成了一种准组织形态的 所谓团团火火 来接触政治能量 随时都在规测习近平 政治大崩盘的时机 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 近日专门为中共高官提供 秘密社会讯息动态的内部康物 中共新华社小参考 看出的一个社会动态话 在多地发现有党和国家的重要幹部 参与的惯弹游戏的场合 都有同一个谣言在流传 谣言的内容是某中央领导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曾经参加做反派 是江青 黄红 张春桥 姚文元食人帮的余孽 而新华社内参当中 所说的某中央领导 可能是指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负责人蔡奇 也可能是指中共中央纪律 检察委员会的书记李希 据悉 散布这个相关消息的人 是来自中共太子党家族 这个动态可以说 在当前中共党内矛盾 进一步激发的一个显著标志 中共太子党 显然是试图对习近平的宠臣蔡奇或者李希 实施一次战民的政治攻击 一旦中共政治局常委当中的成员 例如说蔡奇李希 这些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宠儿 也就是当时的功能兵学员 被揭发出曾经追随四人帮 做造反派的历史 这样习近平当局必然会面对 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复辟的政治指控 习近平的个人独裁统治 当然都会因此陷入 前所未有的思想混乱之中 据中共体制内良之人士通报 北京官场正恩都封存原先的总理 温家宝的放话 温家宝的这句放话内容就是 谁想要复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思潮 搞大批判 谁想要复辟刚清等世人帮的路线 那就先把我的人头斩了它 我不愿活着看到长江黄河都流 据安媒自由亚洲报道 中共官媒对于惯弹游戏出现不同口径 在北清报批评惯弹之后 中共喉舌新华日报去法文反驳 称夸大旗词 论据不足因果导致等 为惯弹证明 袁鸿兵对此分析指出 官场当中传来的讯息很明显 今次北京青年报之所以 发起对这个惯弹指派游戏的批判浪潮 它的伺作俑者 它的发动者 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这个负责人蔡奇 蔡奇以前曾经长期在北京市委 任书记 而北京市现在还是属于蔡奇的地盘 北京青年报是北京市委的机关报 当年是受到蔡奇的掌控 这样蔡奇为什么会对 惯弹指派游戏这么仇恨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些各地的官员和商人 在惯弹指派游戏当中 不断散播蔡奇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曾经参会过做反派 是以刚称为首的四人帮的一个余孽 这样蔡奇现在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意味着文化大革命时期 四人帮的政治路线的复辟 众所周知 文化大革命中 很多太子党的家族由于权力的斗争 都受到毛泽东的整肃 所以这些太子党家族 对于文化大革命当中 跟随四人帮的所谓做反派 是充满了仇恨的 所以他们通过这个惯弹指派游戏 不断散播以蔡奇和李希等为代表的 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造反派 以戒应复辟 由此来发起对习近平的 整个体制的一个政治攻击 而且以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复辟名义 来指控蔡奇、李希这些人 在中共党内都是很有市场的 中共体制内支持邓小平的 所谓改革开放路线的这些官员 势力仍然强大 所以大家都在这里趁风扬沙 想以批判惯弹 和反对批判惯弹 作为一个突破口 来牵起一次的政治风潮 袁鸿兵还进一步引述 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通报说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后 中共公安部的一份通报 就下发到公安系统的各级机构 直到基层的公安派出所 这份通报要求各级公安机构 要积极行动起来 对各种所谓的自发性民间组织 进行全面的排查 及时感逐级上报 不得延误 公布当中所列举出的自发性民间组织 包括毕业大学生的同学联议会 对五军人的战友会 农民工的工友找工互助会 高尔夫球联议会 其中都包括了惯弹排友会等等 中共有十五项 袁鸿兵最后分析指出 中共公安部发出的上述通报 引领了在国内传出来的一些相关信息 现在毕业职失业的大批大学生 寻找工作陷于困境的退五军人 以及失业同时都失去家乡土地的农民工 已形成了一种风潮 亦都在网络上自发成立什么 同学会、战友会、互助会等等 由于习近平的盗行逆施 令到处于困境甚至绝境当中的人 试图地结成自己的网络社团 以寻求走出困境、绝路的方法 公安部要求对这些所谓的自发组织进行排查 显然说明习近平当局 已经呼吸到危险的气息 那就是民众正在为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的崛起 进行组织能量的准备 同时遍布大江南北的这种惯丹拍友会 高尔夫球联谊会等等 就已经是成为官员和官员 民间企业商人和民间企业商人 官员和民间企业商人 私下网以中央发泄不满的一种社会形式 近日曼加拉国的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 退翻了腐败的官僚统治 所以中国国内很多人再次开始认真思考 中国的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 何时才可以强势挪起 拉起中国自由化的历史大幕 不久之前 一名湖南的少年英雄 再次公开引发出霸面 独裁国策习近平的时代召唤 这个就是人民与地火奔行的愤怒 的一次悲壮的表达 在习近平将国家恐怖主义暴力 和现代政治特务的邪恶 发挥到极致这种情绪之下 全民反抗和人民起义的挪起 不单只需要找到历史机遇 同时都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 来凝聚政治能量 中共公安部的这份通报 刚刚好似写出中共暴政所面临的 致命政治危机 可以说已经是山与欲来风满流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请你记得点赞、订阅、留言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多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